投诚地区65岁以上的民众已经达到了15% 阳明大学附设医院以特别与南洋技术学院来合作 推行了健康乐活投诚的长照计划 希望带给长者或是身心障碍者更健康的身心生活 阳明大学附设医院特别向投诚各理长来说明 这项长照计划的内容 尤其在南洋技术学院的配合下 相信能照顾更多长者或是独居的身心障碍者 一方面我们请我们的同学到家里拜访这些老人家 我们会做一些简单的问卷调查 那主要是日常生活功能的能力 如果有几项比较差的话 我们会做评估 然后我们会连接我们的宜兰县政府的长照所 提供10年长照包括像居家服务 居家护理 居家附件 以及送餐服务 交通接受等服务 南洋技术学院表示 学生透过长者的访识 不但获得更多学习经验 更是很好的生活教育 因为现在的年轻小孩子 其实他们不懂怎么样去爱 甚至不懂如何 这三个W他都不懂 所以像这样的话 让他有兴趣感受 用身体去力行 然后跟小孩 跟老人家的接触过程里面 他可以甚至可以从老人家那里 学习到很多老人家 他们本身的一些重要的资产 让他们更多的爱在这里发酵 那我们投诚症的话 可能就会变成全国 全校 全国的有关老人照顾方面的话 都是一头零头羊 政长表示 非常感谢有这项计划的推行 尤其投诚65岁老人比例 已经超过15% 所以透过访识跟后续的照顾 相信能为长辈 可以营造更健康的生活环境 又加上头羊的地形相当的狭长 所以很多65岁以上的这一些 肉食团体 或者需要人家照顾的也相当的多 所以我们就跟这个 这个阳大医院 有一个在新建设置的这种长照祭典 所以我们这一次去推展 可以我们更加强 我们这个旗家园做一个访试 让他们真正能够需要 提出需要帮忙的一些点 来跟我们加工的这个方向 宜蘭胜记者张立伦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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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